亦是名列前茅,还处在尚好的青春,收割的阿姨姐姐妹妹粉,却已经能绕地球摁圈,除此之外,在追星方面,三小指也可以说是佼佼者了,前有王俊凯的偶像周杰伦亲自操刀,为三小指写了一首《剩下的剩下》,二人更是几度同框,还被周董说,有在偷偷关注你。 小迷递王源也追星成功,偶像林俊杰亲自为其量身打造,一首《长大后的世界》,简直迷递生涯圆满好乏。 如果说偶像为自己写歌,和自己合唱,已经是云了自己的追星梦,但这还不是追星的最高级,今晚梦想的声音第二季中,林俊杰导师更是抽中了三小指的歌,要亲自改编挑战,被偶像翻牌并翻唱自己的歌曲,是种什么体验? 已经忍不住手动爱王源来听歌评价了,至于JJ究竟要唱TFBOYS的哪首歌呢? 我们在TFBOYS的歌里,总能找到青春的模样,而那一年的青春,我们曾听过无数遍林俊杰。 在今晚梦生的节目中,屋里林俊杰就抽中了,节目组精心挑选的《我们的时光》这首歌,两代人的青春和青春无缝重合,实在忍不住让人期待。 而在舞台上总款款申请唱歌的JJ,今晚真的要穿越回少年时代,拉上乐队老师自组JFJBOYS组合。 光是看着这画面,都完全星空星空了。 据说唱完后,全场观众都已沦陷在《临世青春》里了。 除了张亮影导师,直说JJ的表演有瑕疵,AXO ME,亮影导师这是要搞事情的节奏吗? 说好的两人是好亲户呢?亮影导师DIS林俊杰的原因竟然是,JJ的头发有海儿,没有跟着音乐飞起来,根本不够康克,What? 还有这种操作,果然是导师套路生啊。 不过Willy林俊杰导师走娱乐圈。 一挂的坚守就是,头可断,刘海不能乱,几乎很少,以墨刘海的造型示众,But大家都还记得当初跑男里刘海批刹的林俊杰哈哈。 而自从张亮影导师也听说了JJ的刘海不能碰之后,就和JJ的铁刘海杠上了,立志要检验下他的铁刘海,是不是假刘海? 现场更是随时随地想办法就了解JJ刘海,简直是少女本女了。 京剧艺术家于老板登台,画风突变蒙你一脸,今晚的X导师,也是带友来透。 这位导师不仅能说会唱,还是京剧世家,他就是被称为当今